擒带出土的逆天古物中 最神奇的就是一把埋藏千年的青铜剑 竟然具有弹性 保护拥有高科技的金属技艺 更神奇的是 擒带的弩机是跨时代武器 擒帽上竟然有板机和现金的瞄准器 武器专家研究 弩机最远射程 可以来到800米 竟然是苏联AK47步枪的两倍以上 这些超前科技哪来的 明代一本史书上 真的记载了秦始皇跟外星生物见面的情况 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 用于航太科技的记忆合金材料才有的现象 竟然出现在秦朝青铜剑上 而且更离奇的是 这些青铜琴剑 即便经历了2000多年的地下埋藏 竟然依旧闪着寒光 没有任何生锈 保持着相当锋利的状态 秦朝人到底怎么办到的 经过科学检测 秦建的表面有一层10毫米厚的各研氧化物 这正是抗腐蚀性的关键所在 这种抗氧化层的形成 使得秦建能够抵御地下水的侵蚀 保护健身捕手腐蚀 这层各金属涂层甚至到达一张报纸厚度的十分之一 要知道各金属提取技术相当困难 近代一直到1937年才在德国首次提取成功 为何在秦朝就有各金属涂层的青筒件 正当专家们对这些神秘的记忆金属宝件百思不得其解实 陪乱坑中另一把兵器的出现更让大家困惑不已 这把名为仙的武器又叫做斩马刀 专家推测就是这样接近标准化的打磨 使其刀刃锋利无比 但问题是秦朝没有电力 又要怎么完成这样的机械打磨 每一把长割仙刀都是这种机械化打磨的痕迹 秦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又是一个未接之谜 科学家只能猜测 秦人已经掌握了砂轮打磨的机械化工艺 但是现代的工匠想用砂轮复刻出这么整齐的磨痕 难度极高绝对不适合量产 当然即使是杀人 这也是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的工医 致命的长刀宝剑 秦军所到之处无不碾压敌人 但让秦始皇能一捅天下的关键 是一把威力堪比现代自动步枪的青铜弩机 外形与弓箭极为相似 但穿透力却更为惊人 神奇的是这些禽弩的零件 竟然还可以彼此拆装互换 全国各地出土的青铜弩机都可以自由地组装 任何一个不见坏了都可以从另外一只禽弩上面 采写零件 瓶装成一个新的弩机 弩机安装到弩壁上就成了一把强弩 不仅如此 勤弩上被有板机一核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瞄准器 三点一线相当于现代的步枪原理 将瞄准技术标准化 钩牙挂住弓弦 这样就可以在射击的时候不用使劲去拉线 专家研究这些勤军强弩 最远射程甚至可以冲到800米 竟然是苏联制AK-47步枪的两倍 而类似的武器欧洲到19世纪末期才设计出来 也就是说中国的勤弩比欧洲早了2000多年 是当时全世界技术最高的武器 在明干的十一录中曾记载过 始皇号神仙之士 由婉渠之名称罗舟而至 秦始皇一生都在寻找神仙 想要得到不死神药 于是他开始遍寻天下奇人 原来秦始皇见过未知文明并非空缺来风 而是史书上有过真实记载 就是婉渠人事件 毕竟秦始皇能灭六国 一统天下成为中国第一个皇帝 甚至在历史漫漫长河中 创建无数个后人无法突破 也难以解释的奇迹 说是背后有着未知文明的支持和协助 恐怕都不让人意外 章鱼是地球上最神秘的生物 体内有三颗心脏 九颗大脑 智商相当于七岁小孩 究竟在章鱼身上 还有哪些人类不知道的事 Oh my god This is an animal that has 600 million years of distance from us That's almost as deep as any divide can be between two animals With three hearts, no bones a beak with a venomous bite and a gut that runs through its brain to one point of view The octopus is completely alien 地球上最像外星生物的就是它 体内留着特殊的蓝色血液 一次拥有九颗大脑 更被誉为海中灵长类 是具有长期记忆的高智商生物 科学家研究发现 章鱼具有和人类相似的意识和智商 这在海洋生物里极其罕见 更不可思议的是 章鱼基因比人类还要复杂 这也让它拥有许多人类 做不到的变异功能 变形 卫妆 逃脱 喷射毒物 这些人类幻想的超能力 它们都会 它们就是头竹缸进化最成功的物种 八万目 章鱼 章鱼的特异功能五花八门 我们从它最擅长的卫妆术开始看起 眼前的画面中看似只有珊瑚 没有其他生物 但其实章鱼已经出现在你眼前 除了能卫妆珊瑚 同时还能透过保护色躲避敌人 橘色的皮肤可以在贴近岩石的那一刻 立刻长出白色斑点 模拟成石头外观 又或者是从眼前的岩石 瞬间变成活生生的咖啡色章鱼 转变瞬间几乎是立刻切换 不需要时间准备 一只普普通通的尼泰章鱼为了获取食物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一只人畜无害的饼目鱼 当它得手以后 又几乎在一瞬之间变成了攻击性极强的海蛇 在下一秒又摇身一变 成为了狮子鱼溜之大姐 除了卫妆术 还有更惊人的发现 原来章鱼的皮肤有类似眼睛的功能 除了能感知光线 还能随意变换身上颜色 这样的变色能力 让人联想到变色龙 但章鱼的变色速度 比变色龙还要快上好几倍 章鱼眼的功能跟人类一模一样 而且设计还比人的眼睛还要厉害 章鱼看出去的世界 没有视线死角 同时它还有一项超能力 章鱼的眼睛还具有再生能力 最开始科学家认为 他们的眼睛和人类一样 那自然眼睛是不可能压缩的嘛 但后来研究发现 章鱼的眼睛被压坏以后 竟然能再生修复 连如此精密的眼球 都具有重生不坏的功能 光是这一点 人类绝对办不到 美国出现一种比外星人 还要怪异的天鹅人 背后有翅膀 只有三根指头 外一跟1967年一起断桥事件 造成了46人死亡 有很大的关联 大部分民众都说他长相相当奇特 没有脖子 头胸直接连在一起 胸部上有两颗血红色 还会发光的大眼睛 有着像鹅一样的翅膀 身高超过200公分 光用想的就够让人打从心底感到恐惧 原本只是在小镇上流传的恐怖故事 从那天开始 天鹅人的名号几乎传遍整个美国 事件就发生在1967年的12月15号 有座连接新维吉尼亚州欢乐镇 和俄亥俄州加利波利斯的吊桥营桥 这一天发生崩塌 事情就发生在一瞬间 桥上的车辆还有载运的乘客 掉落进冰冷的河水当中 顿时尖叫声四起 仿佛世界末日 历经了长达六个月的搜索 确定44个人罹难 两个人下落不明 不过这起世界跟天鹅人 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一个在这场意外当中 就与活下来的妇人说 她开车上桥的前一刻 就觉得怪怪的 于是马上掉头离开 也亲眼目睹营桥崩塌的过程 同时也看到了疑似是天鹅人的生物 而且看到天鹅人的还不止这个妇人 好几个当时在附近的民众 都告诉警察 看到天鹅人盘踞在桥上 自此之后天鹅人就被视为灾难的化身 我还没见到这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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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天鹅人的一样的 我还没见到这场意外